昨晚的櫻超 也有幾場球 放了很多在昨晚 特別同時間9點 也有幾場球 有關真標 曼城出戰 對富咸 曼城就贏了富咸 2比1 輕輕地贏了 正式上榜手 戶級那邊也有 大神隊作客紐卡素 輸球 輸了3比1 意外領先 以為大神隊名不該絕 但不是 輸1比3 大神隊已經降了九成 難怪大神上場球 對班尼茂夫那場球 接著呢 列斯作客 亦都一比4 大敗於搬矛腳下 列斯亦都被抓回來了 也是 錯失了一次 逃出新機的時機 現在已經煩了 搬矛應該穩固了 近期不斷搶分的話 成功搶分 還有一場就是一個 差前四 兩支球隊都有機會差前四 曼聯的主場對著維拉 維拉就是個世號 特別是 兜了借拉特 兜了借拉特之前 就排16 到現在 Good Evening 艾瑪利 過來交的時候 就升了上第六 近期那輩子也不錯 所以呢 就作客曼聯 曼聯近期那輩子就開始有點反覆 就是 應該贏的 有時候就贏不了 或者領先中也被人追回和 上場球到二次 歐巴巴也已經出局了 捉中杯也叫做 虎戰之下入了決賽 今場球曼聯主場 大家打算惡戰一場 就是 最終曼聯就憑著 Buno在39分鐘 就一次 一下子就 馬天尼斯撲出一個射球 接著就 撲出不遠 就被Buno撿到 衝前 一射就散中了 應該是乾沙 散中了阿里士摩蘭奴 稍稍改變方向 近處入 軟處入 1比0 最終曼聯憑著這個入球 1比0 主場小勝 韋拉 全取3分 得到這3分之後 曼聯現在排第4的32場 63分排第4 因為同一時間主場就是紐卡索贏了 紐卡索現在65分排第3 曼聯落後2分 但是曼聯是少踢一場的 維拉輸了之後 34場54分 亦由於 同日 即是較後時間 利物浦主場 驚險之下 驚濤蟹浪之下 就贏了熱切 4比3 所以利物浦 33場56分 跳升上來第5位 維拉34場54分 跌到第7 跌到第7 現在距離前四 維拉和曼聯相差9分 還要踢多兩場 那就應該問了 若然歐霸的位置 第5位 維拉落後2分 但是踢多一場 比較被動 被動一點 後面還有白禮頓 蓋上來的白禮頓 少踢多三場 踢少維拉三場 踢少利物浦兩場 其實不可以 少看白禮頓 還有白禮頓 OK 在開線這條影片之前 呼籲大家 希望大家都幫幫忙 Subscribe和Share 這條Youtube Channel 還有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希望大家高台貴手 Like、Subscribe和Share 在下面留言 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是二禮相待 互相尊重 不要入力挑技 英超期間會繼續開直播 Weekend 會繼續開直播 希望大家都Subscribe 一起播出的說話 周中歐聯歐霸 至少開一場 希望FollowIG Follow Patrick 樂雨露IG 希望大家都Follow了 謝謝 我們先看看雙方的陣容 今場球 曼聯排了4-2-3 一隊正選中堅也是 華拉尼和1750 馬天尼斯 都出不了 欣賞出不了 麥加雅在後備 當然也沒有正選 而上場球 被人 被撻皮 雲比沙卡 亦都退居後備 今場球用迪基亞 後排優致了 達洛達 連迪洛夫 蘇爾同出 馬拉仔 馬拉仔上場球都不踢得好 都是揹著 防中 繼續卡斯美路 拍著艾力神 三個進攻中場 就是新組 應該是 坦勒 薩碧莎 以及新組 精箭頭 當然繼續有福哥 後備席 就有袁規哥放在後備席 安東尼放在後備席 馬山 馬斯 域賀斯 帕利斯迪 阿Fred 這些都是後備的 連同剛才所說的 麥加雅和文比薩卡都是後備的 那邊商 維拉 Good evening 艾瑪莉也排過 算是4231 踢下去算是4211 龍門就是 馬天尼斯 後方是幼稚 賭歌的 老將 艾瑟莉楊家 中堅呢 一對 令人 既驚扯喜的拍檔 江沙和明斯 既驚扯喜的拍檔 當然是維拉琴害怕 喜的當然是對手喜 左邊就是阿力士摩蘭奴 防中就是用單當卡拍著道 拉斯路爾斯 兩位進攻中場就是密堅 以及立即迷藍絲 再前一點就是貝安迪 最正戰頭 當然繼續啦 這根本是血度漏友的屈堅絲 後備席就是 哥倫比亞前鋒 杜蘭 貝查特查奧爾 迪亞高卡路士 雙語 還可以在後備席 迪尼也是放在後備席 章帕斯也是放在後備席 還有幾個年輕球員 例如利雲 奧拉里 卡丹楊格等等 這些都是放在後備席 上半場 曼聯 是首先採取主動的 這場球上半場曼聯是取得優勢的 首先取得優勢的 控制了戰局 頭十多分鐘 曼聯是不斷把握到 韋拉的防線 因為是推得比較前 推得比較前 所以不斷利用中後場的過頭球 繞過中場 就不跟你爭中場 索性中後場 放過頭球上 不要煩 你中場都硬正 我免得跟你硬碰 就弄過頭球上 因為我又有福哥 又有新組 這些 殺壁沙的善於後上 那我不如玩一下這些 這件事是 猜不到吧 坦克放棄了 或者是要 後場build up 慢慢踩上去 放過頭球上去 那就是用福哥 薩碧沙的新組 甚至乎 Buno 這些球員 他們的個人能力 入攝能力 甚至有用速度 去撕破對手的防線 大家都知道 維拉還是乾沙名師 你當然要欺負他 的確 又真的製造了機會 製造了不少機會 找到吃 索性對面真是馬天尼斯 馬天尼斯 雖然我真是一般的 但是又不得不讚 他們手下降球出營的時間 真的很果斷 時間很準的 那麼 例如 薩碧沙 福哥 也有啦 福哥 也當了球 新組也有啦 薩碧沙的球是高出 總之呢 馬聯是有的 有攻勢的大問題 你把握不了 因為把握不了 因為就過不了馬天尼斯 那麼這段時間 到了20分鐘左右 你真的不要當作Good Evening流 即是艾瑪利 差不多 就開始看到問題所在 下單位 先把房子收回後一點 收回後一點 那麼 令到馬聯就不可以了 就被迫住了 就不可以再用這套球了 即是都有 但是不多了 不可以經常靠這套 就要改變進攻模式了 改為你用中前場的迫搶 開始 在中前場迫搶 因為 你維拉多位後場build up 還有問題呢 你中堅用球又不是好嘛 江三明斯 特別最差的是什麼呢 明斯自信心爆棚 明斯就是什麼 便宜價版的密加壓 但是呢 他的自信比密加壓更高 即是天比高 於天比高 正如江華或者你知不知道自己壞嗎 他太有自信了 所以就去逼他 逼他 讓他容易犯錯 令到他難以組織了攻勢 到 上半場後段 那點是 他是這樣的 根本屬於班努的入球 打破僵局 維拉的問題呢 上半場看到的是 進攻 有0星的反擊 只是0星而已 為甚麼呢 因為中場真的沒有創造力 有丹Nonka 有物堅 這些硬正型球員 也有道格拉斯 路易斯 有即恰藍斯 這些公兵型 但是問題是沒有一個 可以組織到攻勢的球員 貝安定亞也是後翔 後翔進攻的 使得前面就是 正如貝安定亞很寂寞 屈堅斯都是 上半場不算太多的 有一次還出球 只不過是門前大樓 那一次是最好 最有威脅 門前大樓被阿力士摩蘭諾後術上 一個撞射 然後被迪基爾擋出 只有這麼多 其餘時間都是超級零星的攻勢 但是威脅也是很有限的 後場進攻 亦被曼琳迫搶影響到 所以很多時候 維拉後場放長傳上去 我也學會你調球上去 但問題是 曼琳迫的防線不是壓得前 中後場的配置做得好 聯繫做得好 所以 令到 入球的機會不多 那件事 本安地下半場都比較沉 所以曼琳上半場 受的壓力是有限的 一球保住了優勢 但上半場看到有些球員 上半場有很多球員 是否很突出呢 也不算很突出 但是 不是太差的 除了新組 新組的問題更大 就是個人覺得 信心越來越 真的不太行 還有 那個踢法 他真的似乎是甚麼呢 信心不行 但是有越急想表現自己 想改善表現 反而越急就越亂 打亂了球隊的模式 很多時候想弄上腳 一刻弄上腳 拖慢了節奏 又斷攬 最慘的 所以這件事 接下來真的不知道 如果他真的想回德甲 想借一季 無防 先打回這個狀態 不是怎樣 好 下半場出來的時間 維拉 押前了 下半場出來 逐漸 押過曼聯 拿回個勢 曼聯這一下 其實也是 要改善的地方 就是 下半場出來的時間 領先 領先 碳慢板 逐漸逼對手拿回個勢 最慘的地方 其實這場球也有少許風險 曼聯在組織上 開始 因為受到維拉增加的壓力 到他們 組織上開始 都容易斷攬 傳球是很差的 傳球質素差了很多 令到維拉 基本上 傳球比較急 又暖 很多時候 一腳傳上去的時間 就 斷攬 變相 被維拉拿回個進攻的 機會 好像說 維拉不行 給你一次機會 再來 維拉不斷製造了不少攻勢 令到曼聯的後防 受壓 前場 曼聯不是沒有機會打反擊 這方面 他是比上半場做得好 比上半場的 他最好 但是這場球的狀態 真的不太好 福哥的狀態 上半場幾腳 你會看到不順 下半場 你會看到 柔軟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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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也是 射球 也不用說 單刀球 也不進 福哥不順 看得太好 很一般 雖然有很多機會 瞄準著他 來傳給他 但是 對 一旦推得太大力 一旦就脫掉 那怎麼辦 總是失了球 就是 新組更加 那麼 後備進來 後備進來 那些 即 Fred 沒什麼太大 Fred 今場就叫他好一點 比上場 他踢的時候 馬先生的太事進來 就沒什麼機會 反而說一下 袁規哥 今場做後備 其實 算是坦克 感覺上 坦克是吸收了上場經驗 因為上場 其實知道 艾力神 是不可能 踢足那麼久 六七十分鐘就要換 今場依舊也是這樣 艾力神的位置有Fred 那Fred是做不到艾力神的事情 但是 起碼如果你就算打反擊 你前面 怎麼也 有一點 有一個可以 勾到球的人 那 福哥狀態不好 勾不到 那 馬先生似乎 暫時都對他的信任 還未知好大 所以 把袁規哥 在後備 換他出來 他正正做到這件事 這些時間 袁規哥近期 也打得越來越好 信心就回來了 他在前面 孤著的球 真的可以 幫到手 拖一下時間 也好 或者等隊友 蓋上來 也好 是吧 他自己 沒有了艾力神 Fred 滾水六腳 反而 袁規哥下半天出來 又好起好力 不同 你之前 跟艾力神一齊正選出 到兩個都要換出 即是 袁規哥已經體力用到七七八八了 是吧 現在出來 反而 暫時覺得 今場球看下來 場面 是不差的 所以呢 萬聯下半場 也有些反擊機會 自己也把握不了 維拉公勢 開始之後 之後 也都 越來越直接了 可以說 但是今場球也要讚一下萬聯 那條的防線 蘇爾看得好 連迪洛夫也是看得好 這兩個今場 真的是一對中堅 開頭還想著 哎呀 混蛋了 華拉尼一七五出不了 不是又要用回 密連 密連組合 不要忘了 還有一個蘇爾 現在可以看中堅 連迪洛夫 告訴你 沒有密尖爾在旁邊 他是一個很好的中堅 來的 亦都告訴大家 連迪洛夫 其實可以 余若然 他不介意的話 他可以擺 做第三中堅 大家都知道 做第三中堅 他也不少出場機會 就算下季 還有歐聯 還有第二 華拉尼一季 總會傷回幾十幾場 十幾場 那麼 連迪洛夫 你怕沒有機會出 對不對 就要再有輪換 所以呢 金長波 連迪洛夫 對著屈堅斯 雖然屈堅斯 用速度 取勝 走位 靈活 但是連迪洛夫 金長波的路數真是好 跟蘇爾的路數真是好 真是完勝對手 還有就是 因為一對閘 金長波特諾特 跟馬拉仔 就叫做 沒有什麼大犯錯 算是好一點 不過馬拉仔 也看上去 不是很足夠 踢萬聯正選 這是真的 這是不真的事實 還有卡斯美奴 看得很好 卡斯 在中場 即是 防守 回來幫忙 防守 進攻 很多時候靠他 就是 釣球 哇 金長波加斯美奴有些長傳 哇 很準確 那些什麼 發球發來發去的那些 卡斯美奴 今場的波 做很多這些 即是他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是什麼 才行 黃馬我沒有機會做 卻奧斯做到的事情 我也可能做到 這樣 十個長傳有六腳 是可以倒腳的 真是 都算是這樣的 所以呢 萬聯最終得到勝利 其實就是 幾個中後場球員的功勞 真的 不可以看少 那 拿了這三分 總算在爭前四 都是有主導的形勢 希望繼續 盡量保住 不要失分 盡快保住前四位 以免夜長夢多 麻煩 好了 今集時間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麻煩放一個Like 和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決一不可 在Youtube 按個 小鈴鐺 收通知 有新節目 和Live 都會通知大家 然後就 Follow Petrick 樂園路的IG 因為有新節目 和Live的預告 我會在IG上發帖 亦會頂上IG story IG都要人 希望大家都Follow 我們下次節目 時間再見 Bye Bye CLSS